杨米地位极其克威,迪丽热巴诚心近带货女王,美到男女通吃 最近的2018秋冬时装周想必Follow Miss林的小伙伴们都有关注到,虽说亮相时装周的明星们千千万,但迪丽热巴此次还真是享受到了公主的待遇 作为Doors和Gabarner亚太地区品牌大使,热巴小姐姐看秀一连换了两身行头,每一套look都美得让人说不出话来 look 1 伸着Doors和Gabarner黑色古典抹胸变身裙亮相品牌2018秋冬高级女装礼服系列时装秀 头上的皇冠让她看上去贵气又高级,真的公主敢于直面男穿的胸衣,敢于秀出白皙的肤色,敢于展现令人迷醉的盛世美颜 毕竟穿过的衣服,砸过的银子,经过的造型师都藏在衣帖里 迪丽热巴这种浑然填成的公主气质,营造出一种人一合一的感觉 如果说造型能流露情感,那她的关键词应该是高贵吧 这侧眼也真是美帅了 Look 2 才从小公主的style中走出来,迪丽热巴又换上了Doss和Gabana 2018春夏系列裙装,变成扑克牌上的皇后本人 她身上既有西西里导姐们那骨子拽拽的劲儿,又有职场里运筹为我女boss的气势 仿佛下一秒就能从手提包中那拿出支票签下个几百万 能像她这样穿大礼服的时候优雅,穿小礼服的时候扬起,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呢 虽然这些年才刚刚开始没多久,但迪丽热巴的时尚视野就已经如开挂了一般 时装中亮相的两身Look In的持瓜群众们纷纷打电话 还拿下了红秀第344期封面以及瑞丽伊人封上三月刊双封面 演艺事业方面同样在发力,还收割了一众男神 三月即将上档大IP烈火如歌,合作的是MISS林童年男神周渝民 新戏又搭当你们的艳巡世子斗肖出演日月传奇嫦娥新子 看来这热搜也已经被她提前预定 虽说在小鲜肉横行发跪圈,在貌美如花的女明星都见怪不怪了 但迪丽热巴却凭借着自身魅力活活杀出了一条血路 走红的速度跟创天猴一般 不仅时尚资源与一品能拿下2017年度飞跃奖 还登上热门综艺,变身热播剧女一号 如今就差价给高富帅,就能走上人生巅峰 毋庸置疑,才短短两年多时间 热巴小姐姐就拥有了很多女明星五年才能得到的东西 绝对是正能量励志的典范啊 而且月初还被英国杂志i Magazine评选为2017亚洲最时尚面孔榜单T.O.P.E 这可不是什么野鸡榜单 整个评选历时三个月 由40个国家的380位专业摄影师、设计师、造型师、化妆师、时尚编辑 以及iMagazine团队成员 从35000张照片和视频里选出年度6个领域的时尚面孔 权威性也是大大的有 能被一向高冷的外媒大肆夸赞 任何一种时尚都很适合 让中外审美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迪利热巴果然是360度无死角的美颜 MISS BIN怎么有一种天朝时尚圈阳眉吐气乐的感觉 如今它手握 Editors和欧莱雅两个知名时尚品牌 再加上Doors和Gabana这个大红血高奢品牌 轻轻松松地挤入了90后最时尚小花行列 就算是比起自己尽银时尚圈已久的老板杨幂来说 这样的成绩也是不遑多让的 能被那么多大牌看中 究其原因与他深邃的五官和纤细的身材离不开关系 比起老乡鼓励纳扎 佟丽娅和麦迪娜 他的抑郁感更明显 五官也更抢劲 就算在外国人眼中 欧化的颜值也完全符合他们的主流是美 而且这种符合少女漫画的长相 同样切合了很多现代人的二次元审美 能cold得住淡妆 各种画风差很大的浓妆 他的完成度也不错 身材在穿衣方面也是占尽了优势 长腿细腰美胸一个都不少 之前快乐大阪迎上和海涛的一段热舞 美好的身材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加上在奔跑台中完全不做作的表现 几乎丢掉了偶像包袱 不仅收获了一帮死忠粉 就连路人员也UP了好几个档次 在这个流量当道的年代 虽说粉丝们总是关注自家 但路人粉对于衡量一个明星的商业价值 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就拿Dors和Gobarner来说 官宣王俊凯成为亚太区品牌大使的微博 转发量100多万 评论4万多 要知道这可是TOP级的流量了 可之后官宣迪利热巴同样title的微博 转发量达到了200多万 评论6万多 这里面除了骨灰级粉丝的给力之外 路人粉的功劳也是不容小觑的 就连平时关微分享的穿搭 他的数据也是相当漂亮 再看看同样是顶级流量圈的路盘和洋溺 在他面前也有点难以忘奇向背 很多说光数据好看没有用 要能有实打实的带货能力 才能屹立于跟红顶白的时尚圈 在某时尚网站前段时间评选的年度带货花瓣中 他成功打入了TOP3 手灯封面的时尚Cosmo 50秒手出一万本 三个半小时卖了两万四千本 打破了女明星五大刊的销售记录 之前的C Pro创刊号也卖了两万三千本 而且某宝同款的销售数据也是相当喜人 这件黑色毛衣吸引了1970个人下单 连这种同款发贷都有五百多人购买 带货能力惊人啊 即使是最会带货的超模流纹 同款的最高销量也不过八百多件 更别提他那些实用又实穿的节拍了 简直是种下了一片草原 少女们的钱包急急刻薇 毕竟老板杨幂的穿搭可能需要更好的硬件 但迪丽热巴的衣服显然更适合日常穿 低调好看实用还不自演 很多都是黑白灰机等款 模仿起来也简单 当然能够拉动GDP了 时尚后宫已经被冰冰圆圆秘密占据太久了 非常需要迪丽热巴这样的新生带来扛起时尚大旗 那股淡定的尽头 就是不少小主贵人难以学会的 穿得有自己的范儿 又能体现衣服的美 就是最厉害的招数